俗话说,冷在三九,热在中浮,意思是一年中最热的日子是三浮,三浮中又一中浮最热,如今,2018年的中浮已经来了,我们应该吃些什么调养身体呢? 中浮时节高温温热,加上此时雷震雨最多,属是稚气一程序而入,使人心体亏好,尤其是老人,儿童,体虚筋弱者,往往会引发苦下,重疏等疾病,再加上三浮天天气炎热,人体出汗多,消耗大,很容易出现疲劳,消化功能减退的情况。 此时,人们更需要通过膳食进行调整,以防免疫力下降。 其实,在福天里,有种被大家忽略的食材,具有很好的养生功效,它就是羊肉。 不少人觉得羊肉在冬天吃才有滋补的作用,实际上,在一年中天气最热,人体营养消耗最大的中浮时节,吃羊肉所起到的保健功效,甚至比冬天还要好。 民间更是有福羊一碗汤,不用神医开药方,吃福羊想健康之说。 可见福天吃羊肉的习福,在我国由来已久。 灵衣排汗排毒,在福天吃羊肉可以热制热,排汗排毒,将体内残留的冬春之毒,吃起排出体外。 灵衣排暖微生津,夏天,人们都很喜欢吃冷饮,吹空调,但是冷饮是用过度容易刺激肠胃,造成消化到功能紊乱。 长期吹空调则可能会引起全身肌肉关节疼痛,甚至还会导致空调病。 而夏天吃羊肉可以暖微生津,减少冷饮和空调,对肠胃造成的损伤。 零三温阳散行,许多人觉得夏天吃羊肉可能会上火,其实并非如此。 皇帝内经,记载到春夏养羊,秋冬养阴,体质虚寒的人下极多吃温阳的食物。 羊肉味噶,性温,夏天适量吃羊肉,可温热升起,驱除寒气,起到冬病下肢的功效。 名思增强体质,在中国古代,老百姓就有吃三浮羊的说法。 夏天吃浮羊,健康又壮羊,中医也认为,夏天吃羊肉能够去含血度,补中益气,猪原羊,补经血,益老笋。 既高身体的整体素质,增加高温天气的抗病能力。 05不易发胖,羊肉还有一个好处,就是相比其他肉赖不易发胖。 羊肉比起猪肉和牛肉,它的脂肪,胆固醇含量都要少得多。 而且羊肉的脂肪溶点是,47度,比其他肉类脂肪溶点要高,适用后不易被身体吸收。 另外,羊肉中还含有一种消化酶,可以保护胃壁,促进消化吸收。 夏季吃羊肉,首先要注意的就是降火,因此烹热是应尽量采用轻断的方法,避免烧烤等方式。 同时再烹热羊肉,是建议上放食盐、葱姜,更应避免放入些辣烧热的作料。 用轻炖的方式烹热的羊肉清爽不油腻,可以再补充人体元气,的同时避免上火。 而且,采用炖煮的方式,施加工温度较低,能最大限度的锁住羊肉中的营养。 肉嫩汤鲜最滋补,请炖羊肉的方法。 炖羊肉时,可先降羊腿骨,挤羊骨等放入水中大火炖煮半小时,待汤盛买白色后捞出汤骨。 再将洗过的羊肉放入锅中,加入少量葱,将改小火炖制。 羊肉加萝卜,平衡坚异,最般配,羊肉性温,时时最好配些良性,平性的蔬菜。 因此,羊肉的绝配,非萝卜莫属。 一方面,羊肉,萝卜荤素它配,能补充人体所需的各种蛋白质。 另一方面,萝卜性寒凉,能润到轻火,去油腻,有助消化。 材料,萝卜500克,羊肉250克,植物油,料酒,酱油,盐,白糖饰料,葱,姜少许。 做法,一,将羊肉,萝卜洗净切块,分别夺水备用。 锅内放入油,由热至七成十,加入白糖,用铲子不断的搅拌,制汤冒泡,时放入白炒。 带肉均匀上晒后,加入适量酱油,同时放入葱炖,姜片,二盖上锅盖炖五分钟后放入热水,用大火炖开后,放料酒,改为温火慢炖。 带肉用成熟时,将萝卜倒入锅内,放少许盐。 带肉和萝卜炖辣酥即可食用,羊肉加豆腐,秋冬不会收脚凉,有些人一到冬天就特别怕冷,一旦饮食生冷就会出现腹痛腹腺,或者腰气冷痛等问题,为避免出现这种情况。 建议每周吃几次羊肉炖豆腐,羊肉性干温,能补虚异气,温柔暖下,可以促进血液循环,以增加郁寒效果,而豆腐则能一气宽中,生煎润脏,吃羊肉时搭配豆腐,不仅能补充多种微量元素,还能起到清热泄火,厨房,这可得作用。 材料,取羊肉二代克,北,豆腐一块,生姜两片,做法,将羊肉煮至八成熟食,加入生姜,豆腐,煮熟后按个人口味调味食用即可。 除了新鲜的羊肉外,羊肉卷也受到了很多人的喜欢,吃夏天吃扇肉,火锅离不了的食材,但是因为有些商家会用零叫的肉加一些羊肉粉冒充真的羊肉来卖, 所以很多人担心买到假羊肉,其实挑选羊肉卷,有四个小技巧,按照四个技巧挑选,就不用担心买到假羊肉了。 一看色泽,新鲜羊肉卷的颜色是鲜红色,脂肪部分是洁白细腻的,有些羊肉卷脂肪部分发黄,是动态角组织。 二看纹里,羊肉的纹路角细,成条纹状排列分布,三看脂肪分布,羊肉的瘦肉中获杂脂肪,细看丝自分明。 一些假羊肉通过把肥瘦猪肉切碎再压紧切片,也能做出这种花纹,但纤维混乱,很容易变实。 四看肉质,新鲜的羊肉进热水煮后肉质会变紧实,而假羊肉很容易就散开了,颜色也不自然。 羊肉是温性补品,温羊吃寒,但并不是人人都适合食用。 比如阳气旺盛内热重,阴湿内热,湿热体质,一激患感冒的人就不宜食用羊肉,否则依注热伤音,冬火冻血,加重病情,中复吃羊好处多。 大家赶紧去买块羊肉回来炖上,全家一起吃起来吧。 And 运营编号,X0002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